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均好于预期的负4.4%及前值的负11.7% 那这也表明了日本企业乐于增加资本支出 预计今年三季度日本核心机械订单也将实现增长 此外首相安倍公布的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 扩大了基础设施投资支出 预计有望支撑商业投资环境的改善 那ACY希望国际认为 市场此前对日本继续出台宽松措施 仍保持着比较高的预期 但是此前日本央行在货币政策声明中似乎有所保留 很可能也是为了未来有足够的政策调整空间 那自今年年初至今 美元对日元汇率已经累计下挫超过近17% 尽管日本央行采取了债券购买计划和负利率政策 但也未能遏制日元的上涨走势 那这种形式也令政府官员感到不安 因为日元的持续升值将会对日本的出口行业造成拖累 在如今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形势下 会使得日本的通胀水平更加雪上加霜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技术面上 那从日线趋势图中可以看出 美元对日元下落到6月24日以来的调整区间下延 100.65获得支撑低位调整 那随着调整时间延长 未来美元对日元突破支撑下落空间将进一步展开 目前美元对日元今天早盘在101.80位置稍作调整 延续了短线的弱势 下落动能明显占据了优势 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上方短线阻力位102关口 下方择口关注支撑为100.65 好后时中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 本周四8月11日北京时间20.30分 美国当周出请失业金人数将出炉 或将对日元的短线造成一定的影响 本周五8月12日北京时间20.30分 美国将公布7月PPI月率及7月零售销售月率 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 好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日的市场行情分析 如果有疑问欢迎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谢谢